TVBS实习波兰东南部热书夫机场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西方盟友 对乌克兰补给军武的重要转喻点 可以看到机场周遭部署了爱国者 以及爱三增程性飞弹 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搭C1拐 陆续飞抵波兰热书夫机场 连续几天不分日夜 上头满载武器和物资 超过5000名美国军人驻扎在这 机场内可以看到 部署了超过十多辆爱国者飞弹发射车 周边戒备森严 TVBS采访团队也碰上便衣边防警察 上前关切 这里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从二军入侵乌克兰以来 热书夫机场距离乌克兰边界 大约只有100公里 西方国家的武器和物资来到这里后 在由挂乌克兰车牌的卡车运走 而目前机场仍提供少数民航机起降 包含美国外这机场陆续都有英国西班牙 意大利加拿大等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军机起降 机场空房武器不好不满 而这里仿佛成了乌克兰的重要后勤基地 TVBS新闻红富豪 刘婷婷 波兰常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